你可以的啦 會比較緊張 很久沒有 有一陣子沒有比較 國畢哥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在忙什麼 忙著就是參加一些運動比賽 什麼比賽 腳踏車 然後鐵人三項 計畫明年要挑戰一場 226公里的鐵人三項 是喔 怎麼突然 本來之前就有在 在運動當然就想說明年 226公里 明年50歲了 然後想說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 就是挑戰一個比較高難度的 鐵人三項 游泳要游4公里 然後腳踏車180公里 跑步42公里 然後要在17個小時之內回來 哇 所以現在總是在訓練嗎 對 有空就訓練 因為其實現在也比較 比較顯一點啦 那 明示八點檔下一檔可能就要開始 開始要拍了吧 那拍了之後就會比較忙 對 所以國畢哥下一檔就是 明示新戲還是會繼續參加 對 對 好像風到就比較少上 現在比較少啦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們前浪死在沙灘上 哈哈哈哈 國際拍更好啊 對對對 現在就也很 有機會我們就去把握啊 那國畢哥現在還有什麼經營什麼副業 早餐還有嗎 早餐有但是我已經沒有參與了 對就是早餐 那個我那間早餐店還在 對 只是我沒有參與 你退顧了 對 因為後來我就上來台北開 上來台北拍明視的那個 八點檔 所以我就離開 那我想說 這種東西 如果你沒有輕力輕微 其實真的做吃的又食安問題 那當然 當然現在經營者他是沒問題的啦 那就想說 啊我不在那算了 不要 好像人家佔的毛坑不拉屎的感覺 對 不是訂單給他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退出 什麼時候退的啊 兩年多了 兩年多了 對 請問你現在佔大概還剩下多少 其實我 我說真的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其實真的沒什麼 已經換完了 沒有啦沒有啦 難不快 對啊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趕快還完 大概還剩下多少 五六百 五六百 很好 很少啦 你 希望這兩年 對 可以趕快把它 處理完 五在一身輕 對 你一開始的時候大概多少 最多的時候 最多就是我第一次 就是 就新聞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就什麼都沒有 大概 負債四千多還 而且十年了 哇 十年了 十年了 你這樣還滿多的 你還很多 可是真的是很痛苦耶 對啊 其實 還債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真的啊 很多心路歷程 就不好意思講給大家聽 那 因為畢竟我還在 努力當中 那其實 又經歷了你說 痾 疫情也好 然後包括 花蓮大地震 其實跟我都有很嚴重的關係 因為我的債權人 遠到連花蓮的朋友也有 那其實他們現在 比我更需要幫忙 那所以我這一陣子也是 想想辦法 趕快 能夠 來幫忙我這個花蓮的朋友 其實 很多啦 那當然我們 很多 很多人問我說 啊 麻婆病最近好嗎 我說好啊 不好的都過去了 那當然 每一步 就還是要 很小心 嗯 啊 那個 去看牙 去看那個牙科 去給那個醫生看 醫生說 你牙齒怎麼歪成這樣 怎麼 我說 醫生你不知道 我這一陣子是咬 咬著牙撐過來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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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希望 對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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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趕快 對 然後讓家人過好一點日子 對 那你除了拍戲以外 這個直播 那個 直播 直播沒有啦 因為 嗯 畢竟喔 隔行輪隔山 那 很多 很多 眉眉角角是 我們覺得 呃 我不太喜歡 那一種 競爭的方式吧 我覺得 我後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爸爸媽媽在北部 那時候我在中部 然後 我就覺得說 我爸爸媽媽確診 都沒人照顧 我也 我也想說 我想要回來 照顧爸爸媽媽 剛好民視 就 打電話跟我講說 欸有一部 就八點檔找你來看 我說 哇這個是 天蟲 人怨 他知道我希望 我回來 然後 然後 我就 也把台中的直播吃掉 然後 回來 陪爸爸媽媽 所以 國畢哥現在已經 就是單純拍戲 就沒有在 任何其他的 收 有啦 有在想啦 其實也想做吃的啦 因為爸爸媽媽 他們現在 年紀大了 其實也都退休了 那 也在說 想要出去外面找工作 他們覺得他們 退休的日子 太無聊了 他們想說不要啦 那如果既然想做 我會想說 那不然找一個 小生意 比方說 花蜜 甜不辣之類的小吃 就是 我不在的話 他們自己也有辦法應付 對 我有在想 那現在 也 也在 吸收很多的 這個 資料和一些 一些技術的問題 對 近期啦 然後開個小吃攤 對 在台北嗎 在台北 嗯 那 也有很多的前輩 也給我很多的 這個 資訊 然後也 也想要投資我 然後要開筆的東西 可是 就是現在一直在 在 在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在思考 還有其他什麼 投資的邀約啊 什麼類型的 也是吃的 呃 牛肉麵啊 然後 牛排啊 等等的 然後我現在 現在就是 頭很痛 然後有熱潮啊 對 合作 就找你投資嗎 沒有 還不用我投資 是他們 投資 對 他們投資你喔 因為 因為 還是你只要出人就好 因為其實 其實我也 我也很坦白跟 呃 就是 願意投資我的人講 我說 我說叫我再出錢 我真的 但是 沒有辦法短期 在哪一筆錢出來 做投資 他之前做雞排 也賠了一百多萬 那 呃 我 我 我願意做 但是 我現在不知道 該不該把這個人 名字 講出來 好 我們演藝圈的一個大哥 然後他也 不是憲哥喔 因為他是 因為是 一樣是牛肉麵 他是跟我講說 如果我願意做的話 他願意就是出資金 然後我來做 然後看以後 當然 一定會想後面 可能更大的版圖 但我覺得 一步一步慢慢來 啊 就在昨天 他 煮了 一鍋的牛肉 然後我們去那邊 就是 吃他的口味 然後 牛肉湯 牛肉麵 牛肉飯 然後都吃 我們是覺得不錯 但 現在就 慢慢計劃 但是又想到說 如果開這個牛肉麵 爸爸媽媽可能應付不來 如果我們在的話 對 會比較麻煩 對 所以 有很多要考量的地方 那當然可能 爸爸媽媽可以 做比較輕鬆的事情 嗯 就讓他們有一個 不要讓他們覺得無聊 或者讓他們覺得 失去價值 這不可以說演藝圈的大哥喔 這位大哥本身也在 也有牛肉麵的附近 沒有 沒有 他的牛肉麵煮完之後 是很多人 很多人 就是要跟他學 但是他不教 趙哥嗎 不是 趙哥他那個是料理包 所以不能說嗎 呃 我有確定合作 我一定 跟大家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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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真的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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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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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 如果有確定 我一定會跟大家說 好不好 對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願不願意 所說 因為其實他跟我講說 很多人想要跟他學 然後 他都不想 他就覺得說 要吃 他煮給大家吃就好 他不想要 教人家 但是他也告訴我說 呃 因為我們有合作過一段時間 他說 你想做 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幫你 然後 他說 或許這個是我一個翻身的機會 不是 不是 是演戲的前輩 對 是演戲的 演戲的 不會是雷弘嗎 不是 雷弘哥還蠻 雷弘哥也跟這位大哥說要學 真的喔 對 那你們可以問雷弘大哥 這樣好像變成猜一猜喔 沒有啦 真的我現在 也要尊重一下 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 對 謝謝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通穿多久啦 哇 十一年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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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還有交往過一個 有交往過 但 但我覺得這個 感情有時候 會比較自私 我後來彈的 也比較 特別一點 所謂特別一點 就是 嗯 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第二春 就是 我不想要去 耽誤別人的 青春 那 也有 也有就是在交往前 我說我很自私 就是 我會去講說我不想要再結婚 也不想要再有小朋友 對 就是 但 所以你就是不想再婚 也不想要有小朋友 對 想要談戀愛 就是 我覺得其實 也不是 也不是談戀愛 就是 大家就是互相有個辦法 找個老伴這樣 對 那因為畢竟跟前妻 小朋友 都還是非常的 密切的聯繫 但是小孩子慢慢大了 有時候約他出來 不太出來 但我現在就自己 會找機會 去接他下課 然後帶他去吃個東西 就比較短暫的那種 以前都是會帶出來一整天 或兩天一夜這樣 那現在大了 然後開始 就長痘痘 然後 要帶他出來 不想出門 我想要 就是他 我女兒比較宅一點 然後又長痘痘 他又不想出門 然後我就有一次 有一次就突然跑到他們學校門口 然後去 想說 碰碰運氣 然後他們四點下課 我到的時候已經是四點五分吧 已經走掉一批了 然後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我想說 會不會讓我遇到這樣 然後就 就大概隔了十分鐘 其實正想要放棄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身 就身影 那個身高 髮型 就是我女兒 一模一樣 然後戴個口罩 後來又發現他 腳上穿的那雙鞋子 就是 我跟他買 一樣的 就是他一雙 我一雙 我就確定那是我女兒 然後就跑去他面前 我說嗨 他整個嚇一跳 他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說我來接你啊 然後他也就有達成一些 就是 他 不用補習的時間 然後下午大概四點五 我就 有空 我就會去接他 然後就在車上聊聊天 這樣子 現在國一 要升國二了 青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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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個 班上幾個男生喜歡你 他說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喜歡好幾個 你確定這樣講可以嗎 他以前是 他以前是這樣子講 對 然後我覺得就 都好啦 我覺得 反正現在還在 還在 學生時期 就讓他開心 會擔心他教導嗎 呃 說不擔心是可以 但希望 找到 好一點的 不要想到爸爸 那也不反對 他現在很小 還小欸 我